立委啊开始公开支持说 可以立法或修法 让女性也服役无役 这个题目 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啊 有没有发现 提说要把女性纳入役无役的立委 通常都是女性 因为他们一直被骂说 不提这个人就是打假酒 比如说范允昌被骂这个 对啊 但是会阻止这件事情的 通常都是男性啊 大家好 我是沃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我们这集的题目比较特别 还记得我们上一个礼拜 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这集要教大家如何 就是碰到战争 自保之外 我们还可以更积极的做很多事情 我们需要更多公民 一起来努力守护我们的国家 之前呢 我们好像大多数都提到说 个人啊或是家庭啊 你要如何做避难的准备 也许是从像物资上的准备啊 或是一些技能上 比如说心理急救啊 这些准备 都还在自我保护 现在我们也开始 成到一些积极行动的概念 就是要大家 更积极的 去一起保护我们的国家 因为其实如果 大家都想当freerider 每个人都想说 啊别人去努力就好了 最后就没有人愿意出地这样子 那其实过往 有一些刻板印象 可能会觉得 当兵好像是男人的事啊 然后甚至排挙女性 在相关的讨论之外 就比如说网路上 可能有相关的讨论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嗯你知道 男生讲话有一点太大声 对不起 对不起 很好 我喜欢今天节目的开头 就是懵懵道歉 对身为生理难 我很抱歉 你很抱歉 对对对 对但其实这几年啊 就是台湾军队里面的 志愿意的女性比例 其实越来越高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 就邀请到 曾经担任过 志愿意识官的 维潘妮女孩コ尼 来跟大家分享她的经验 欢迎コ尼 哈喽大家 我是维潘妮女孩的コ尼 对那我之前有担任过 志愿意识官 六年的时间吧 那再加上前面读军校是两年 所以总共在军队大概待了八年的时间 所以在网络上面吵架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人要来呛我的话 那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在怕的啦 很难赢 等到站这题的时候 就at你 atコ尼 每次跟人家吵架都直接cue 没有因为你知道通常就是 当过二十年的人 不会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去呛人家 这倒是真的 对因为真的有料的人 就不会在网络上面呛呛家了 我相信 大家露出尴尬的不是以貌的微笑 想到了一些朋友这样子 不好说 不好说 好我们今天真的很荣誓 邀请到コ尼来上节目 那希望就是可以带给我们的听友们 一些关于民房的性别议题 那比较积极行动 一些相关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知道コ尼目前也在念性别研究所 对对对 对所以不管是性别或者是民房 或者是军事相关议题 都真的是扣你的手背范围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扣你好像有主持节目 大家所以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也可以记得去听 要搜寻什么 为叛逆女孩 对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国防关我什么事 就跟你们的民房关我什么事 其实蛮像的 那对我国防关我什么事的话 就真的是在谈国防议题 跟其他议题的交集 focus的点 可能跟你们的民房关我什么事 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大家还是可以听听看啦 对好 推荐大家搜寻 为叛逆女孩跟国防关我什么事 这两个节目 国防关我什么事 是我为叛逆女孩里面的 其中一个小单元 因为我本来没有想说 国防这个东西可以做到这么多 刚开始做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有自信 后来发现可以讲超多 对就是有很多议题 可以跟国防这件事情 扯上一些关联 毕竟你当过六年兵 然后房间都是当一些 什么当替代艺的啊 当一年的啊 然后在那边大小声 当六年的可以出来讲 好担心哦 我会不会被演上 对我会被演上 对就是 所以为什么用假名录 好危险 对我是某某 不要针对这个 不要去查我本人是谁这样 如果大家最近有 发落国际新闻的话 应该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像以色列 其实碰到了这个 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 哈马斯的大规模空母攻击 那其实这个攻击发生之后 以色列其实在很快的时间内 就全国总动员 马上就有36万的后备军人报到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是像这样子的召集之中呢 我们也看到非常多 女性士兵的身影 如果大家要关注 更细节新闻的话 其实也有报道指出啊 就是在哈马斯的 这个恐怖组织的攻击的时候 其实是由女性军官 在透过临场反应的情况下 她果断的带领部队 投入防卫作战 然后就可以成功的击退 武装分子 保护了这个军民的安全 我想有些听友可能 知道可能不知道 就是以色列跟台湾一样 是正兵制度 但是他们比较特别的是 像台湾主要可能都是男性 身体男性要去当兵嘛 但以色列是成年的男性女性 都要去服役无役 那这我觉得跟台湾人的想象 很做亏有点不一样 一般人我们都觉得 男生反正就去拿枪散战场到前线嘛 那女生在后方可能学些什么 护理啊或做些支援的工作 除了以色列之外 这是乌克兰的情境 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 其实像乌克兰遭遇到 俄罗斯入侵的时候 是有很多女性 也是四元拿枪散战场的 而且我觉得有个画面 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她们的女性的国会议员 在2022年2月底那时候 一开战的时候 也拿着枪说 她们愿意守卫她们的家园 如果是中华民国的 女性国会议员的话就 我觉得也不仅女性国会议员 可以不要针对女性 我们中华民国国会议员 我觉得有点担心 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就是 很让人害怕 对有点让人害怕 但是我要回应 我刚刚特别讲女性国会议员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也蛮想知道 Cone的看法 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国会 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 国防军事外交委员会的 比如说马文君啊 陈玉珍之类的 陈玉珍是国防军事外交委员 她在内政 不过她的 她让人家很容易让人家想到 国防相关议题会很害怕这样子 对 就为什么台湾蛮微妙的 就是都会有这些这个 立场比较跟我们相反 跟在座的大家相反的 国会议员就是存在的 可是我觉得必须要看的是 整个国会里面的组成 因为整个国会里面组成 一件相反的人 其实就差不多 一半一半左右嘛 那其实在缩小到 每个委员会里面 应该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那像国防外交那个部分 其实也有林静怡委员啊 之前也是蛮focus在这一块上面 所以算是一个制衡吧 就是一种 民主国家里面两个声音 都从此存在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件 蛮有趣的事情 但是在倡议国防这件事情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啦 因为毕竟这跟 整个国家的安全 是有关系的 那台湾的处境又很尴尬啦 我觉得是很尴尬 因为你知道吗 就算在国军里面 也常常会有 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要保卫的是 哪一个国家 像国会里面一样 就是军队里面 其实也会有 不一样的立场存在啦 对啊 甚至是有些人 也是非常轻松的 我在军队里面 就是这件事情 它也是一个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困惑 然后也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它其实是 非常需要被处理的 尤其是在台湾的 这个处境之下 那我偷偷问一下 虽然这不在提纲里面 但是就表示你有感受到 就算他没有名讲 或是他直接名讲 就可能就到部队里 还是有很多人是 我们讲轻松 或是他们的 对于自己的认同 很不一样的 跟我们想要认同 是啊 是啊 一定有啊 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吗 还是你现在还不方便讲 可以啊 我当然可以讲 因为我当那时候 记得很印象深刻的时候 是在太阳化学院 那个时候嘛 我在军队里面 之前有在值班 那那个值班的场合里面 就是24小时到播放新闻 长官就规定要播放某某台 那一台是中天 哎呦 好哦 对 他就是 就是规定说 只能这一台 不能转台这样子 所以就是他 看起来很不政治 就是你只是看个新闻而已 但其实他很政治 甚至是我之前 也有听到某一些长官 他们就开始跟我说 中国多好啊 所以他们现在很进步啊 等等 这些东西都其实是有在 军队里面是出现的 甚至那个长官的阶级 还蛮高的这样子 就是这种东西 我自己之前在军队里面 都有观察到 那现在的话 更多的是 年轻时代还是会使用抖音啊 军队里面的军人 当然也会使用啊 虽然说你可能会限制他说 你不能够去使用他 但说真的啦 网络世代能够真的 用全面禁止的方式吗 他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尤其是当这些东西 他看起来很像是非常吸引人 而且又很有趣 很好笑 又不用动脑的时候 这种东西 你能够阻止他进到 任何一个场域吗 其实是很困难的 其实就是聊一聊 就是中华民国的存在 本身有非常多 很尴尬的地方 我也觉得 对 然后包括其实 我知道过往的国防教育 其实都蛮尴尬 比如说有的时候 以前可能是男生上军训 女生上护理 那就令人疑惑 说 所以女生不用了解军训吗 或者是护理里面 其实的健康教育 那男生不用学吗 对 就其实中华民国的 过往的教育里面 有蛮多刻板印象 对 那因为现在 好像听说已经改成 全民国防教育了 不知道实时的怎么样 欢迎就是听友 跟我们分享 多数人可能就是 只接触过学校的 国防教育啊 然后顶多当过一无一 那可能就会有 很多误解这样子 那这部分我们就觉得 今天可以来 请教一下 Kony的专业经验 一方面是想要先 请教Kony 在军中从事的 大概是什么样的职务呢 我之前在军队里面 是通信 通知店 对 现在叫做通知店 我就有学过一些 画物啊 暴物啊 就是摩斯密码 也有学过啦 然后也有用那个 反正就是 我都会这样 跟大家解释啊 就是电影里面 有一些战争电影 背上会背着一台机器 一冲出去 就被敌人炸掉的那种 就是因为他就 跟在连长身后嘛 然后他就是要 随时让连长 可以跟其他人做童年 就是那个人形 行动电话 没错 就是那种 我刚本来觉得很帅 但因为你说 一出去就被炸掉 突然很害怕 因为炸掉它很重要 就是你炸掉之后 你这个小队 就跟其他地方失联 所以你的工作 是很危险的 对 基本上算是危险的一个工作 如果真的要在前线的话 但是那也是一个 比较之前的战争想象啦 那现在的战争想象 它也一定会有一些转变 但是通信这件事情 在整个战争之中 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因为有一些人 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觉得说 好像女生如果在军队里面 都比较是担任后勤 但刚刚听起来 根本就是超级前线嘛 对 通信它其实也不算是真正的 因为部队它会分成三个阶层 这样叫阶层吗 就是他们在付钱的时候 对 因为有一些战斗加级 对 然后就会有战斗单位 战斗支援单位 跟就是吉他的后勤围保的单位 它就会分三个阶层 那通信的话算是在战斗支援的部分 所以它就是在比较中间的位置 它会参与战斗 但它就是支援 可能是步兵 炮兵 装甲兵 去进行作战的部分 听起来其实也不是 大家想象的 就只有前后两个分别 其实是有更多细微的差异 跟工作上面的差别 我想到就跟那个晋级的巨人一样 会有调查兵团 是零比较多加级的 那个束手首都的宪兵 就是零最少加级 大概是那种感觉吗 应该是说会有一些 危险性上面的差别吧 如果真的战事发生的时候 会在最前面接底 一定会遇到那种 打打杀杀的 通常都还是步兵 炮兵装甲兵 如果是以陆军来讲 那还空军的话 因为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如果是陆军的话 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持有武器了 持有武器本身 除了对别人造成威胁之外 对自己也会是一个威胁嘛 因为就会让你自己变成 敌人要攻击的目标 所以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这样子就是在军队中 有很多不同的训练嘛 或者是刚刚讲的 有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层级 那想要问空你的经验说 过往在军队里面 受相关的训练 真的会有性别差异吗 其实在受训的时候啊 我们受的训练都是一样的哦 我们除了住宿啊 或者是其他的休息的时间 会是分开的话 但是我们的受的训练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考试的标准 也都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除了体能训练啊 那体能训练这块 就是另当别论嘛 我自己也觉得 还蛮有问题的 但是这可以等一下 再做讨论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其他的 我受过好多好多的训练哦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鲍物就是摩斯密码的 那个训练 他的训练标准 也都是一样的 我也受过大车 开车的训练 开车是指 就是开汉马车那种啊 对啊 那那个训练 大家也都一样啊 我受EMT1的训练 我也是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 完全没有任何性别的差异 对就是你各位 没受过训练 话最多的人 才有差异 其实在军队里受的训练 基本上是一样 那所以这样的话 有些人都会说 如果真的 很多女性去当兵啊 好像就是 女性就是比较适合 在后勤服务 这个说法是 实际上是正确的吗 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并不是正确的啊 因为就是 在军队里面 他其实是会有一个 非常非常 刻板的印象 他会觉得女生就应该怎么样 而且其实女生在军队里面 受到的蛮多限制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我们会特别被分开 分离出来 因为一些女性在军队里面 还是少数嘛 所以说你住的地方 他一定会特别把你分开来 就用一个非常保护的方式 来去说 你女生就这样 除了空间的分开之外 还有一些所谓的 他们就会很强调 性别差异 就是你男生跟女生 不能太靠近 所以说 大伯承年人 就是他们会希望能够 遵守所谓的男女分纪 好像读那种私利的 这种男女合肖 男生要靠右边走 女生要靠左边 类似这样的 有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甚至是 好我两个人 我们一男一女 可能要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说不能够在 同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你是密闭的 有的时候就是 我女生嘛 我要去找年长的时候 他会叫我把门打开 就是很尴尬 就是我可能是要去 跟他报告一些事情 那这个报告的事情 可能不是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知道嘛 那你门打开的时候 我到底要怎么去 跟你报告事情 那像是如果军队里面 辅导长 他要去辅导官兵 那他们是有一些 私人的心绪问题 你要怎么 一男一女在里面 然后要处理 这些心绪问题的时候 还把门打开 其实他就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 很模糊的一个空间 那他又希望说 你们能够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我觉得 他的这个方式啊 就是会 在这样子的分野 就是他没有明确讲 但是你的人际上面 其实就会有一个 特定的分野嘛 他就会觉得说 我不要跟你考太近 或者是 虽然没有明讲 但是实际上面 还是会有一种 虚拟的隔离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听起来 好像有点像是 某一些这个 对于防止性骚扰的想象 就觉得好像门打开 就比较安全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 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长官可能觉得 这样子他 比较不会被误会 是 然后甚至有一些长官 他就会用一个 保护女性的方式 那因为之前 我自己在单位就有遇过 他们就是不让女生 站夜少 就是那个 半夜12点以后的少 因为他说女生要回去 请示的时候 会比较危险一点 所以我就想说 男生就不危险吗 而且这样可能会让 女性官兵很尴尬 你到底要去争取 做这件事情 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会有两种反应 一种就是会觉得说 我自己就是有 曾经争取过 但是学长就说 不行 因为不是他可以决定的 因为是最上面 就是这个单位里面 最高层的长官跟他说 就是下达命令下来 女生是不能站夜少的 如果有的话 督导到的话 会是我们脸上出问题 不会是我个人的问题 那另外一种就是 哦好 既然你都说 女生不用站夜少 那我就 对啊 女生就不用站夜少啊 就是直接把这个 红利收起来的 这种反应也是有 那我觉得也是 蛮合理的啦 因为上面的人就规定嘛 你女生就需要保护嘛 那我就去在一个 保护的位置 也没有关系 但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 长期下来会对于 整体女性往上升迁的路程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啦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 女生很麻烦啊 女生很难用啊 你晚上不能站夜少啊 我领一样的钱 凭什么你做比较少的事情 所以这反而是在 某些程度在制度上 造成的 有点像在军队里面 就让你不同性别 身体性别之间 反正就会有些隔阂 就是不止物理上的隔阂 在制度上 就会有人觉得说 哎呀 反正你们女生就是这样子啦 那你们越多人进来 你们又不用站夜少 那我男生可能就要站起更多夜少 然后我就更累 然后我就更麻烦 那我跟你讲话 还要把门打开 对 但是其实是制度规定的不合理 而不是说女性不能够做 无法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必须要澄清一点 就是他不是制度上面 而是文化上面 因为制度上面 并没有做这个规定 但是军队里面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东西 叫做主观裁量权 就是这个单位的最高的长官 他有一些因为在管理部队上面的需求 所以他可以自己有一些 没有明文的规定下来 然后这些长官就觉得 这样比较好 或者是那样比较好 比较方便他管理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以下达某一些规定的 那他觉得这样我才不会出事 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真的是非常看单位主观 那当然我有遇到非常多的单位 他们是说女生也要站夜少 等等的 这个就真的是跟整个单位的文化 还有最高级的长官 他们对于性别怎么样去理解 是一件关联很大 说到这个军队文化 我觉得我会想到就是 其实大家如果去看战争史 比如说比较大型二战 二次世界大战 像很多电影在讲什么 德国苏联的东线战士 就会发现说 其实苏联在作战的时候 有训练非常多的女性士兵 然后有很多有名的那种狙击手 就是说杀了非常多敌人 然后后来发现说 其实他是女性 就是并不是说就是像刚刚提到 我觉得有些军队的 台湾的目前的有些文化 或是一些内归这种感觉 会刻意的隔离女性 让她们觉得好像就是一个 你们比较弱 你们需要被保护 其实在过去上很多的女性 是直接上战场 而且是可以经过很好的训练 然后展现她的战力的 所以包括乌克兰 和俄罗斯的战争 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女性的 志愿士兵录 然后我也想提到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2015年 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她其实当时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报导文学 就是在讲说 在战争中没有女人的脸 然后169个被掩盖的女性声音 她其实就是去访问那个二十大战 去参与战事的苏联女性士兵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少数 就是用女性的视角去看战争 然后谈女性参与战争的经验 欢迎大家可以搜寻 我记得有翻译的版本 也有漫画的版本 讲到女性在战争这一题 其实过往非常多的这种叙事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非常男性中心的 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是我去英国玩的时候 就总之有一条路上面 就有一些这种战争的英雄的雕像 然后好 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 大概也可以想象那些人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 然后就看了一整排好几个雕像之后 最后她就做了一个碑 然后上面就写说 感谢战争中那些付出的女人 所以前面有超级多个 男性的战争英雄 但最后所有的女人 就被归在同一个碑上面 就没有脸 对是其他 然后就一些衣服这样子 男人有名字 对男人有名字 但战争中有女人 基本上很少能够看到这些名字 他们就是大部分 应该是说战争啊 会影响到的最多的人 其实还是女人跟小孩啦 因为在过往 大家其实都会把女性 老弱妇孺嘛 全部把它归在一起 那这些人如果真的 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 然后在平常也没有跟他说怎么样 去保护自己的话 那他们在战争之中的影响 一定会是最大的 因为战争一定会影响到民生 一定会影响到所有的经济 这些东西 但是好像在战争的历史之中 值得被纪念 值得被记录下来的 就是那些所谓的英雄 就是在那个 对 所有的书里面翻到的 我们随便一讲 就会非常多嘛 像谁啊 一想到就会想到怎么拿破仑喔 或者是一些 然后台湾的军队里面 其实也是啊 可以去看看那个 如果大家有读一些军校的话 就是军校里面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楼 都是用故王的将领 去命名的 然后里面甚至也有一些雕像 就是以前的 什么什么长官 什么红军的飞官 黑猫中队 讲会员长 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是 讲会员长也是非常非常多啦 就是所不在的 结果是另外一个问题 要讲另外一集了 那要另外讲八集 对啊 所以说 好像就是这些人 在军队的历史之中 才值得被放在 军事的纪念当中嘛 那这个其实 它就变成说 又是一个文化的复刻嘛 到底你谁才能够 谁才有资格被放在 被谈论 被放在一个 可以纪念的地方 这对于 后面的官兵来讲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像我们菊光原地里面 也都会一直讲 一直讲 就是都会提到 什么什么某某烈士 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里面会有提到女人 就是他跟他太太分开 然后就 就没有了 女人都是他太太 或者是他小孩 这样子 我觉得跟白色恐怖 状况也是蛮像的啦 对我觉得其实像刚刚 你分享到说 其实很多时候 并不是制度上面 直接有什么禁止 或者是制度上 现在其实一定程度 做了很多调整 就像我们已经有 性别平等工作法 但还是有一些航空公司 只有女性空服员 这类似的事情啦 就是现在可能比较多是 文化层面的事情 因为实际上 就是台湾女性志愿 一入伍的比例 在亚洲国家 好像是非常突出的 是啊 但是它 其实是可以更高 如果它没有放一些 性别的限制的话 这个比例是可以更高的 说真的 所以目前还有什么样的 性别的限制 它在招募的时候 就会分开啊 就是我女性志愿意 士兵只要多少 男性志愿意士兵 只要多少 所以它是额度的 一开始就是 狂好的 对对 就已经有限制了 所以说 这样子进去的话 一定会有差别啊 就你女生 你就只招这么多 那当然比例 一定就只会固定 在这么多嘛 那现在就是 很多人就会 我也有看过一些立委 他们就是希望 倡议是能够让 军队的招募师 用能力取向来 去做招募 而不是用性别 好 你就规定同一个 你需要的能力是什么 那不管男生女生 你就去考嘛 能够进来 就是你的能力嘛 但是它现在就是 军队还是没有 采取这个方式 他们会觉得考量 原因可能就是 还是会有在体能上面 就是觉得说 有一些太粗重的东西 女生可能体力上面 相较于男性 还是会比较吃紧一点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 给女性官兵的空间 可以去使用 物理上的空间 对 就是因为刚刚说 住宿啊 或者是什么 都要分开的关系 对对对对 他帮自己加了一些前提 然后导致 可能执行上有困难 大家说 所以我们现在 还没办法这样子 对啊 而且我觉得整个 台湾的民情 其实也还没有 真的能够接受 就是军队里面 有这么多的女性 那我觉得谈到这个 比例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蛮特别 因为刚刚那个 Shirley有提到 就是说 台湾女性的军人 比例其实在亚洲地区 算高 我记得那个数字 大概是15%左右 然后是跟美军 美军好像是17%的女性 就是几乎快跟 那个美军的比例一样高 但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想到美军的话 会觉得 他们是很强的 好像不会因为说 你们女生好多 你们好弱 没有人会这样连结 应该没有人敢 this美军很弱 所以从美军的例子 看起来 就是 好像战力跟性别 比并不是一定 是这样的问题 然后刚刚 Cone有提到说 像有些立委 像王婉玉和范云 我记得他们都有提 就是义无义 甚至不是说 招母之间义 义无义的部分 他说女性 其实也可以去 这个服义无义 就是我觉得一个程度 就是大家说 很多台湾社会一样 男生会把这个 我想这个好尴尬 对不起 有些男性会把 女生就不用当兵 这件事情拿来说嘴 然后所以就会反过来说 你这个 为什么强制男生 男兵女生不用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以色列马 其实就是男女 都要服义这个义无义 那陆续有一些国家 开始把女性纳入 这种增兵的范围 那所以说像 若空宁就讲到说 像这些立委 开始公开支持说 可以立法或修法 让女性也服义义无义 这个题目 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 对啊 有没有发现 提说要把女性 纳入义无义的立委 通常都是女性 因为他们一直被骂 说不提这个人 就是打假酒 比如说范允长被骂这个 对啊 但是会阻止这件事情的 通常都是男性啊 因为我自己在做 性别研究的话 就会说军队其实是一个 巩固整个阳刚气概 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域 所以说当更多的女性 要进入到这个场域的时候 她其实就会必须要 想办法去排除这些女性 或者是说不能让更多的 阴柔的特质的人进来 不然会动摇 我们整个军队的组成 对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我蛮乐见 就是军队 如果真的能够 把女性加入UE的话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蛮好的 但是首先是 军队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没有 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女性现在不适合加入 是因为军队还没有准备好 要面对 如果说现在女性 这么少的时候 就有很多很多的 性骚扰事件会发生啊 或者是有一些 在性别上面 很不适当的对待发生的时候 那更多的女性加入 不是会把这些东西 变得更多嘛 但事实上 我觉得它会有两个面向啦 一个就是 好 更多女性加入 她可能就会强迫 这一个制度 强迫这个体制 去改变 去调整 就是 我本来从14%的女生 变成50%的女生的时候 那我整个体制 就必须要去调整嘛 那我们之前的 那个空间分离的状态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用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 去调整这个空间的使用 那我们在训练上面 我们要怎么样 去做安排跟分配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 刺激这整个体制 去调整一个 很好的方式 另外一个面向是说 如果说我这个军队 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让更多的女性 进来的时候 我就让这么多女性进来 原本的东西 原本的状况 会不会加剧 我们就会去思考 这件事情就是 我女生本来14%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 好好对待我了 那我更多人进去 你还是一样啊 你这个没有办法去调整 那我们为什么 要让更多女性进去 去重制 就是再知这样子的 性别刻板印象 然后再知这样子 被压迫的状况 我觉得这两个论点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自己感觉一下 比较支持哪一个方向 那我自己会比较 喜欢的是前者 因为军队 他其实也不是真的 铁板一块 都没有再改变 而是他在更多女性 加入的过程之中 他也有在 慢慢的去做调整 就是在里面的一些 性免疫体 虽然说还是很保守 但是他们有在 慢慢前进啦 虽然说我都会说 他们慢外面20年 有时差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时差感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对 所以说如果在这个 差距落差很大的时候 我们强迫这么多人 加进去 那会不会有反效果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是能够 真的去push这件事 或是更多的讨论 因为现在就是 终于最近才开始 有人在做这个讨论嘛 就是女性到底 要不要加入 更多人加入这个讨论啦 因为之前可能 陆陆续续有一些人 都在做讨论啦 但是他们的讨论 可能就是小群众 小众的去做讨论 但是最近 大家对于 国防议题的 关注度是增加的 增加非常多 女性要不要 加入义务一的 这件事情 或者是女性 要不要有受相关的 军事训练的 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多多发表自己的 引荐 然后也不要去担心 有人跟你说什么 你有没有当过 比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啊 讲这话的人 反正我们有人这样讲 我们就at call你出来 我觉得这个体制调整 它必须要是经过一个 更全面性的讨论啦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 真的把人丢进去 不是真的只有 把女性丢进去 就结束了 而是我们还必须要 看到后面有很多的 你的装备要怎么办 那你这些人员的调配 他们要放在哪里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 把这个人力资源 放到一个最好的地方 我觉得军队到目前为止 他整个体制算是 我觉得还不够健康啦 就全面资源仪 那个时候 他在做一些调整的时候 可能有点太冲促了 所以有一些人员的缺乏 就没有办法再补上 或者是一些装备的问题嘛 现在也是吵得很凶 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 要加入军队 那些装备要哪里来 那我们到底要使用 什么样的装备 尤其是如果这些人 又是女性的话 因为武器装备 其实也跟性别有关系啊 如果我们这些武器装备 他在设计的时候 大部分的设计的人 测试的人 都是男性的时候 这些装备 有可能适合给女性使用吗 其实有一点点困难耶 那光是在 这些武器的设计 讨论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再加入 更多性别的观点 去做调整 那我觉得这会是 军队在往前迈进一个 很需要去讨论的部分啊 我自己还是蛮乐见 就是如果真的能够 有义务艺的女性 或者是说军事训练艺的女性 可以加入的话 那我觉得是蛮好的 因为至少是让女性 有选择的嘛 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如果你女性想要 真的有一些军事训练的话 你只能去挡志愿艺 那这件事情 它就变成是说 你要不就没有 要不一去就要去四年 之类的 但是军事训练 或者是说义务艺的话 就是四个月一年嘛 你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选择 但事实上 你加入去义务艺 它也是由国家 给你一些资源 去受一些 相对应的军事的专业 我记得这一题 应该学历很专业 因为他其实 之前常常在网络上 跟别人比战战这一题 要分享一下 不是为何这样去 我刚刚正想要接 Kony的话讲说 听起来就是需要 蛮多正向且多元的讨论 不是现在这种 有点很吵架式的 对 因为刚刚Kony讲了非常多 很重要的建议 然后其实我觉得 台湾社会可能需要 比较多是 大家好好去讨论说 如果女性要加入义务艺 那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而不是一直用一种 没准备好 所以不要讨论这件事 的态度在面对 总要开始 对 我们总要开始讨论嘛 这几年可能相对来说 有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然后因为之前其实 在1999年的时候 大法官就有提出 四字四九零 在讲就是这件事情嘛 然后其实蛮微妙的 就是当初的这个 四字四九零 就是里面还有讲说 立法者基于 这个男女生理向的差异 所以有社会功能的不同 然后所以对男性征兵 是立法政策的考量 反正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合理的这样子 那这几年 其实有一些相关的 讨论的时候 就是会被拿出来讨论说 诶 四字四九零 有这样子讲过 对 因为我记得 2016年的时候 公共政策的 网络参与平台就有人 提案说 现在的兵役法部 是性别不平等嘛 对 那结果国防部就说 诶 大法官说没有啊 然后大法官刚 我念的那一段 大家也可以听出来 他意思其实又是说 诶 那是立法的问题啊 那两边就推来推去 这样子 对 那大家常常在 网络上讨论的时候 都用这个论点来 就是互骂这样子 就说啊那你们 为什么不再提一次 视线这样子 但我会觉得问题 可能还是要回答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 用正面健康 写真的有在解决问题的态度 去谈这件事情 是啊 就是最近 其实也有很多人 在那个公共政策的 苍蝇的平台上面 也是有很多人提出 要女性当UE的联署 他虽然说是 强调性别平等 但他里面写的口吻 就会让我觉得 我不会想要去联署 就会说 为什么你们 现在都强调性别平等了 你们还要就是保留这个 对于男性的 不平等的争兵制啊 就是女性的特权 就之类这样子的说法 我自己是比较 没有办法去信服啦 那当然之前 他会说 有所谓的社会功能 我会画上一个问号啦 就是在当时 确实可能会有 那个状况就是 我真的男性出去干嘛 女性在家里怎么样 但是一直到现在 性别平等 性别主流化 已经推到了 现在这个时刻了 我们已经很努力的 在外面的社会 想要去除这些 刻板印象的时候 为什么在军队里面 还要再重制 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存在在这边 那如果说 真的女性能够 加入EOE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对于这个 刻板印象的付出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我唯一补充一下一个 资料 因为像那个事件 是发生在1999年嘛 一个这是24年前 刚很多对于性别的看法 性别主流化 也在那个时候 在社会上的讨论 或是程度不是那么高 还有那群大法官 我记得好像就一个 还两个是女性 最后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就问现在大法官 有几个是女的 所以但是 好 就在社会的变迁之中 其实本来很多的角色 性别角色的社会功能 也都在改变 那如果当时用 24年前的一个规范 然后是当时的一个 架构组成的这个大法官 去决定 所以之后都不用做调整嘛 我觉得其实那也是 帮我们自己做 很大的限制嘛 我们也知道这几年 其实很多的立法推进 也是靠比较 也许比较进步思想的大法官 去做了很多这个开展 让我们的立法 有更多的空间 所以这个 好像可以再挑战一下 他们的这个失智 没有啦 我觉得到16年 国防部都还拿1999年的 失智出来讲 真的是 所以就是20年 20年嘛 差不多啊 你算一算 所以 反推一下 差不多什么时候 可以再去挑战一下 国防部 好的 有时差 OK 那我们以上的结论 其实就是说 Kony可能觉得 义无义 蛮值得好好被讨论的 对 但当然 我想我们都同意 不会是用一种 吵架的态度啊 或者是 其实我查了一下 今年就有 超级多次 在那个上面提案说 就是不要继续 这样子不平等 那你如果又是用 这样子一种吵架 或者挑衅的态度 可能对议题 就不会有 太大的帮助 这样子 除了这个当兵的议题 其实我们 还有很多的题目 想要跟Kony继续讨论 大家也知道 握上我们这几年 尤其我们这个题目 叫做民房公共有什么事吗 我们这几年 关注民房议题 强调 除了自我保护之外 其实普通人 一般的公民 包括台湾人 都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让台湾面对战争的时候 都更有力量 抵抗入侵 那所以下一集 我们就期待 可以来跟Kony聊一下 更积极的民房 或者是 作为一个 一般老百姓 除了自我保护之外 还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大家下一集见啰 对 感谢Kony 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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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草民房公共有什么事 是一个讨厌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秘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 我草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 on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 on the podcast pin down